人形象深日文森 還被封為殺人王 那次那場就厲害了 即是他死那場 哇 你有30隻反應蛋放在那裡 那你怎麼做呢 那好了 講你那個經典 殺人王 怎麼來的呢 那阿斐 我和阿斐就比較朋友 大家都是做武師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你不如麗的那時候 那我幫你做什麼 做主角 做主角 我說不要了 做主角 很辛苦的嘛 你叫我記對白 你真是很慘啊 那些女人 我說不行不行 那時候那個總監 差不多那個話事人 他說這個殺人王要十項全能 總而言之你說的那樣 有些叫騎馬又會 游泳又會 電單車 私家車 所有全部都要懂才可以做的 那你是真的認識了的 那我是認識這麼多樣的東西 但是講話我不會認識而已 你不是 你好認識 講話我沒有他們這麼聰明 然後他就介紹那個女子角給我認識 那時候那個叫做梁雪美 傳教是他經常在我旁邊提我 然後關於他的兄弟 我 ign事的 很多雲 都要不給他 但不願有超過 你 tampoco 我擺不夠 你會不會 我擺不夠 我放過 往後 我擺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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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擺不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迪克 1979年加入TVB 演繹得最多的角色就是江湖中人 无论是做叔父辈还是大佬 全部都入阴入阁 在他身上 找不到丁点的忠良 正气 那种横行八道 囂张八糊 简直是由心而发 堪称是TVB的黑帮王 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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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一张先 厉害 厉害 我先拿一张 好 快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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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弦哥是我爸爸的 记不记得 但当时不是黑社会 阿爸 不如你讲一讲 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江湖大佬 你怎么拿捏的呢 没有的 看得多就行了 是啊 不过会不会有时候生活当中 经常习惯了这么粗声粗气 对身边的人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习惯了 是啊 你吃过饭 吃了啦 吃了那些 现在到我女儿了 我女兒就說,爹地,你不如去買點東西,又買,買了沒多久 幸好平時你在廠裡見到我不是這樣 那既然對了,用這個惡聲惡氣,就講出你得獎的感言 交給你,Action! 那你是不是幫我拿著? 是的,麻煩你 到現在才給我一個獎,你說是不是遲了一點? 我行走江湖幾十年,什麼嬰兒我未收過,什麼大哥我未跟過 我做二,誰敢做一? 所謂人做江湖就身不由己 要在這個世界賺錢,最要緊要懂得看風洗你 對著那些弟弟說話一定要大聲 入黑社會就沒有好的後果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入黑社會 記住我是黑幫王陳迪克 好耶!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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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